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走的 挑选 他去哪儿了 也管不着 我是不会让他进监狱的 你这是在害他你知道吗 你才是在害他 我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别人算计 是 我检红橙 什么 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等你弟弟醒来 会有法医过来做生情鉴定 具体的处理结果 我们会依据法律程序走 保持你的手机通常 我们随时会联系你 好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妈 你弟弟 他得是说了多大的罪 才会争议 这个剑红图 是在要他的命啊 是在要他的命啊 已经温头已经被抓了 这件事啊绝不会这样不了了之的 这件事啊绝不会这样不了了之的 都管我 没有保护好他 他们打我也可以 我豁出去这条命没问题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的 妈 你们别这么想 医生说了弟弟会没事的 没事 他到现在都没有心 怎么可能没事 音悠 就是因为你一直骗我 瞒我 你弟弟才会受这样的滋味 妈 我警告过你 不要和剑红成纠缠 剑家的人都很危险 是你 什么事都去找他上路 你就那么相信他 不相信我们吗 音悠 就是因为你 你让弟弟受了那么大的罪 好 则这么下去 早晚我们一家人 都会让你给害死 很保留 从不想一下 罪犯 啊 事情的经过你们也都看到了 捡红图的行为导致了被害人凝术 受伤犯病 还算好 送医院送的及时 但是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根据我们的初步判定 他涉嫌故意伤害罪 那我弟弟他现在在哪儿啊 现在已经收押在看守所了 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不是简单明示纠纷了 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陶叔叔 我都跟警察解释很多遍了 是宁术先涉及害了我 他要不害我 我跟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关系的 而且我当时就是想管他要资料 我不是故意要打他的 是他先打我的 而且他当时犯病 他以前就得那个病 我真不知道陶叔叔 我不知道 我 红头 你先别激动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 你把当时的情况都告诉我 说得越清楚越好 我现在脑部里一团乱 我怎么开始的 我真记不起来了 我就是 我就是生气 我特生气 陶叔叔 我什么时候能见上我哥呀 他是不是还生我气不管我了 红头你放心 我就是你哥 让我过来帮你的 你把当时的情况都告诉我 说明白 陶叔叔 你 你能跟我哥说说吗 你 你跟他说我 我 我知道错了 你让他救救我行吗 我 我 我以后 我知道错了 我不想在这儿待着了 我害怕啊 陶叔叔 你跟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我 我以后都听他的 我 我再也不犯错了行吗 我求你了 到时候你跟他说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这么说是那个小杂动 先动的手 红头这事又被他给陷害了 简总 您现在的心情 我完全能够理解 不过像这种案件 最重要的就是看伤情 轻重程度如何 所以 我不管他的伤情 你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和警察说清楚了 这个小杂种设局在先 他不是第一次针对我们家了 红头肯定是被他逼得无奈 才动的手 红头是无辜的 您所说的这些情况 我也都如实地反应了 但是 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帮助红头 减轻因故意伤害罪 而造成的惩罚 不是减轻惩罚呀 是要帮他脱罪 不行就花钱讨律师 花多少我来讨 把红头赶快给弄出来呀 可 这事不是您说得这么简单 你还没办呢 你怎么就知道难哪 你是律师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请你来不是让你来传话的 你要办不了我们就换人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要不是你瞎出主意 红头能出事吗 老陶 你接着说 现在这情况怎么办 你对我们最好 你没马上找到受怀人 道歉 赔偿 尽最大可能 让他签一份谅解书 这对将来的量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让崔佳人签谅解书 对 我知道这很难 但是如果想让红头轻判 或者取保候审 这是唯一的办法 所以不管多难 两位简总 还是要试一试 有什么事情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你去找崔佳 让他们必须给个说法 要不让他们签谅解书 要不让他们直接撤诉 反正我不能看着红头 白白被他们陷害的 给坐牢 你还在犹豫什么呀 那么多事 你都放过那个小杂种了 让他们签个谅解书 不过分的 你什么意思呀 难道你想放过 这个小杂种吗 就是你一再地护着他们 他才这么猖狂的 你不能因为他 害你弟弟呀 江红成 谁害谁还不清楚吗 我之前我千方百计的 不让两家接触 不就是怕出这种事吗 你们听了吗 对 是我的错 我不该穿腾红兔 我应该自己去找 那个小兔崽子 小杂种算账 你就没责任了吗 你不说要手把手 教红兔做生意吗 你认真教过吗 你要是盯着 他能在税务上 被别人陷害吗 是啊 我的错 我的错 红兔坐牢都怪我 当然都怪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只会对红兔强硬 从来都不想想他的感受 整天被个狐狸经理迷得 是团团战 为了仇家的人 你考虑得倒是挺体贴 你弟弟都要进监狱了 你倒是不管了你 红兔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到底跟谁是一家人 你别这么看着我 蒋红成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管的话 我自己去找他们算账 大不了我和红兔一起坐牢 你好 我们来看看您说 我找了上海最好的 脑神经医生 可以立刻安排转院 肯定能把您住的病治好 您是来给见红兔求情的吧 我们不会原谅他的 我们走吧 红兔犯的错 他自己应该承担责任 我们俩不是来求求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后面的事该怎么解决 没什么可商量的 法庭上解决 我的话都白说了是吗 你还在和他见面 但当你们的勤奋 比你弟弟的命还重要吗 可是阿姨你误会了 你可真有本事啊 你可真有本事啊 简家人都可以为你跟我顶嘴了 你忘了他们家是怎么害我们的吗 你忘了他们家是怎么害我们的吗 你一辈子都对不起你爸爸 也对不起你弟弟 你和他们家人过去吧 不用再管我们的死活 现在就给我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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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是您说的家属 我是 病人已经醒了 要转病房 你们去办手续吧 好 妈 姐 放心吧 我没事 你怎么会没事 妈都担心死了 对了警告图在哪 她被刑事拘留了 知道了 不许你这么说 你知道吗 你差点都没命了 姐姐和咱们忍气吞声这么多年 能让他们去坐牢 我这点伤算什么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妈 你放心吧 这事我们都想错了 一开始就得冲着人去 这次抓的是结婚图 但是最应该坐牢的是简明敏 妈 你放心 如果他们再敢来 简明敏跟结婚图的想象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比你的身体更重要的 您说 你拿命去跟他们拼 不值得的 简家害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剩下你一个妈了 只要能保护好你们 我做什么都值得了 你又 你弟弟的事情 我都听说了 我来看看你 我们去那边聊吧 是解婚程告诉你的吗 是天津也告诉我的 你们家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我应该来看看你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现在 真的不方便探望 我理解 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自己付出那么多 一直为的是保护家里人 但是事情 却总是事与愿违 一直让家里人误解着 其实简红尘 其实简红尘 她现在跟你一样 自从她姐姐 听说你们有联系 就一直认定她是叛徒 她一直解释她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你们两家人好 可是换来的 是更深的误解和职责 她大姐 把红尔入狱的责任 全部推到了她的身上 逼着她 找你们千亮姐说 为的是 给红图轻盘 其实她心里面是非常自责的 简家发生什么事跟我没关系 现在是我弟弟躺在医院里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办 悠悠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替任何人说情的 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只是 我看到你们俩现在那个样子 我心里特别难过 我 你们两个都帮过我那么多 可是现在 你们两家人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只能来看看你们 对不起 对不起 话有点多你别介意啊 我是真的 不想看到你们俩再继续煎熬下去 我相信 你们俩一定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你们俩一定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您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 注定都是无解的 我相信简红诚也明白 有些事 没法改变 我能看出来 林佑 她真的是无能为力 她一定也不希望 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但是 她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太难了 太难了 你也太难了 他们哪 现在都在气头上 也怪我们太着急了 过两天吧 过几天 他们家冷静下来了 我们再去求求 我相信你们这两家 都不希望继续把事闹下去 别想了 想您又会理解 这事还是我自己解决吧 也倒是因为我 让你们之间 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先知道 我心里不会说 不想要能不能过 对不起 我们是不会签谅姐书的 我不是来替宏图求求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你跟你们家人闹得越来越强 你背负得够多了 这事你们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吧 那姐明明那边 我会说服她 你让您说我好好养伤了 各种费用我们依法赔偿 我就不当面见她了 就跟你说一声 希望这事赶紧过去 我走了 我会说她的事赶紧过去 我先吃饭吧 姐 您有事 简佳提出来说 想让你签一份谅解书 希望这样可以让简红图 少盼几年 不过后来简红成告诉我 说不用考虑 他们愿意接受 所有的法律制裁 姐 你别上网啊 他装可怜呢 我看得出来 简红成是真的放弃 所以呢 当时看着你在抢救室的时候 我在心里发誓我绝对不会放过简家 可是当你醒过来之后 你的眼神又让我想起来 你报复简家时候那个样子 我真的很害怕 不用怕 不用怕姐 现在咱们占胜风 简红图已经进去了 简秘密迟早的事 如果这次伤人的是简秘密 不管你做什么我坚决支持 可是简红图 我说 当年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 他比你还小 说到底 你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 也许 如果这一次我们退一步 是不是简明明 也会改变他的态度 简明明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这一张亮解说 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你想想咱们家这二十年 你想想爸是怎么死的 他们就是关上十年八年 都不解气 林叔 你的人生不能只剩下复仇 那我还剩什么 你还有我们 妈妈和我 我希望我们一家人 还可以安稳地过日子 如果简佳不受到惩罚 如果简佳不受到惩罚 我们怎么安稳地过日子 怎么还没吃啊 妈 不太饿 就出现手续办法了吗 都办好了 你赶紧吃一点吧 吃完了 我们就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 这些没药汁了吗 那自己来 什么意思呀 什么叫你开不了口 宏图现在就指望你了 你不能不管他呀 姐 我们两家几十年恩怨了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解决的 我就算说服宁佑 他妈跟他弟肯定也不同意 我要再劝的话 只能让他们更生气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担心他们 到底是那个胡理金重要 还是你弟弟重要啊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救宏图的 但是我再大我大不过法吧 宏图 宏图犯了错 就该受得成了 我说了 你说他就是个人话吗 他要是被判个十年八年 你真忍心吗 他这辈子就完了 你是觉得他们可怜是吗 是 我是打了他们几次 可我没跟他们玩因呢 我没陷害他们去坐牢 就算我不值得原谅 那你也不能拿我的错误去 惩罚宏图吧 他有多可怜你是知道的 那么小爸就没了 还没承认妈也没了 公司是明正暗斗 根本没人管他 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 要不是崔浩拿着刀去捅了咱爸 胡同会这么可怜吗 崔家人现在害他 之前一直也不放过他 宏图从小到大 没有招惹过他们 宏图是最无辜的 他们呢 不敢冲咱俩来 就去陷害宏图 这明摆着是不计后果的 在报复我们 就算我造的孽 他们也十倍八倍地还回来了呀 简红成我告诉你 现在该同情的不是他们 是我们 你一再地在这么困惑他们 到最后死的是咱们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去不去催点 让他们千两千数呀 走 我是真没办法的 活楼废 你就是个活楼废 eth叫从小到大 列三年了 你把咱们的血仇都给忘了呀 你对不起 捏麻 你也对不起我喝红土 我告诉你 我会想办法把哄图给救出来的 我要亲口告诉他 你是怎么害他的 让他干嘛 可欣 姐姐你怎么来了 我能跟你聊聊吗 姐姐 如果你今天是来给宁术讲情 撮合我们的 那咱们就别聊了 宁术对不起你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来见你 只是 简红图跟宁术他们的事 你可能都听说了吧 宁术不肯原谅简红图 我来求你 能不能帮忙劝劝他 让他签了谅解书 这样的话 简红图也许可以少做几年了 我不会再去见宁术了 真的帮不了你这个忙 那能不能 就算是为了帮帮简红图呢 行吗 姐姐啊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宁术 他一旦决定了的事情 谁都无法改变 何况简家和你们是势仇 就算是我去劝也没有用的 是啊 世仇 这两个字就像是 给我们的生活盖上了铁杖子 姐姐 我也是当时听宁术跟我说的 我们家的事 我不知道宁术跟你说了多少 当年我父亲身体很不好 挣不来钱 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 我母亲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 经常在他面前抱怨 现在想想 如果当时能有人 对他们说几句宽心的话 或者我们当时如果能更懂事一点 我父亲 也不会赌气地去找简家理论 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 我父亲去世以后 宁术受了很多罪 当时他还那么小 成天地被人追着打着欺负嘲笑 他心里有多自卑多愤怒 可想而知 这些情绪一直积压在他心里 也就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他长大以后拼了命地想报复简家 一半是因为恨 另一半 可能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弥补自己当年受到的伤害 姐姐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他一直为了报仇活着 他从来没有真心地爱过任何人 直到他遇到你 当时你们俩说要到海南去生活 我真的很高兴 我没有想过原来真的可以有人 有人可以帮助他 可以忘掉那些糟心的过去 可以给他希望 可是后来又事与孕违的 发生了那么多理想不到的事 其实那天早上我知道 他是主动要去找你 向你坦白 请你原谅的 可是 可心 我知道我现在 请你帮忙去劝他 有点不尽人情 但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检红图和宁术他们两个 在这件事情上 都是受害者 我想求你 能不能看在之前的情分上 帮帮他们 好吗 您现在方便吗 我想和你谈谈 陶律师 如果没有谅解书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弟弟 怎么了 简总 事情不顺利吗 简红尘告诉我 这事他办不了 万事开头难 距离庭审还有一段时间 你让简总再去试一试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时间长了总会有办法 不瞒您说 宏图知道谅解书的事以后 心态轻松了不少 一直在积极认错 配合调查 如果没有谅解书 我真的怕他自暴自欺啊 为了宏图 你们一定要努力再争取一下 不到最后时刻 千万不要放弃 好 啊 可兴 可兴 我没想到你还会愿意过来见我 我上次真的是去税务局弥补去了 你别说了 都过去了 你怎么样 我已经自首了 因为认罪态度好及时交了罚款 被取保候审了 对不起啊 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 我本来也没想过再见你 是因为你姐找到我 说了你和捡红图之间的事 所以我才来的 所以你也是过来 劝我签良姐说的是吗 这件事情说到底都是你的错 如果你不陷害我和红图 我们也不会被判刑 他更不会打你 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不冷静 别说红图了 连我爸都想过要搞你 叔叔想教训我 我没话可说 只要不懂我的家人 怎么样都行 人心中一旦有了仇恨 哪还会在乎谁是谁啊 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已经拦住我爸了 毕竟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自己也有问题 毕竟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自己也有问题 我自己也有问题 因为别人的错误 让自己也犯错 让自己也犯错 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我不想最后闹得两败俱伤 可欣对不起啊 我欠你一辈子 你现在道歉没什么意义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是忘不掉的 我都能放下我对你的恨 你为什么放不下呢 如果你们两家人再这么纠缠下去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很多看起来无解的死寇 可能差得只是轻轻地一拉 希望你也能像我一样 早点从阴影里走出来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 至于你最后怎么决定的 你再考虑考虑吧 可欣 我之前 我先走了 可欣 如果 如果我一开始就跟你坦白摄像头的事 你会原谅我吗 你会原谅我吗 生活没有如果 我这是这么决定的呢 你最后的事情 我没结束 那我们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 我们来说 我也在不及 我们做什么事 我没电影 有什么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